因为男女主的戏份越来越少,最近有好多香蜜沉沉浸如霜的剧粉,想买后悔要吃,各种后悔也朋友安利这部剧,甚至自己先气质。 气剧加一其他这些剧情太多,男女主感情戏份太少,别说是感情戏了,就连担任戏份,也是少得可怜啊,有网友统计了一下男主和男儿的出场时间对比,确实,与男儿一比男一的出场时间真的是很少啊,因为这个,有网友就把香蜜沉沉浸如霜别宁,改成了润玉船,因为男儿叫润玉,你们真是秀啊。 而因为男儿戏份比男一多,有网友微博私信那香蜜的编剧《八月雪紫善》,建议编剧不如直接给男儿开一部戏,结果编剧竟然说,好主意啊,网友,饰演男儿论语的罗芸汐也是被网友骂惨了,有粉丝说他恶意加戏,让他胡,嗯,这有点狠吧,之前对罗芸汐有好感的路人粉, 也因为他的角色戏份在增加而把好感败光,编剧作死,演员满单,还有陆壮黑看到他的脸就恶心的,橘子却能理解剧粉的心情,本来男女主好好的感情,戏就这么变少了,戏份还叫在男儿的身上,确实不太能令人接受,但是这演员也是挺惨的,人在剧中演。 我从天上来,有网友也说,以前,罗芸汐就是个十八线的小艺人,说他带资金组家戏,也不太合理啊,他也不是第一个,因为配角戏份多,而被关,中毒丝的演员了,最近热播的沙海,也因为张明恩饰演的张日山戏,分太多而被其称为日山传,注意是特别敷衍,张明恩在主演表里是没有姓名的, 然后就有网友揭出了特别出演,和几位主演的出现时常对比,张明恩真的是在演员表上没有名字的存在吗? 据《咱们》表示崩溃,心疼活在DV里的无邪,看来这是每日疑问了,说他带资金组改人设,还有因为张日山加戏太多而弃剧的, 嗯,其实这山传,不,是沙海这部剧一直都被传有演员带资金组,要真是这样,这个剧组肯定很有钱, 就是这条微博中提到的张明恩,之前就有苏南的饰演者张明带资金组家戏的传闻, 当时张明恩也是被冒谈了,而说他带资金组的原因,就是因为伤害人注重没有这个人,剧版不仅佳了,气氛还挺多, 其实杀害里是有这个人的,来派三叔在公众号上发,过有关于苏南的内容, 不过描写不多,唱了茶是带资金组,好奇是咋茶的? 后来张明恩否认了这事儿,说自己想带资金组但是出品方不给机会,还顺便瞧了一下暗中迪斯他的余政, 除了演员纷纷带资金组有钱的杀害剧组之外,还有被特别提名的狼牙榜之风起来扬, 哈,狼牙榜系列又出新剧了,耿直的剧粉还怀疑是否,竹写错了,真像其实是,看来这又是一个加戏的配角, 橘子军看了一下,肖原起这个角色是排在主演表中最后的,明显不是男一,这种配角稀分多, 当然也免不了被戴资金组的命运,镜头多是戴资金组,演技不好也是戴资金组, 而最近因为演技攻略,美出新高度的张嘉宁,据说在出演温暖的闲时,也戴资金组了,据说女配跟男主的感情戏比女主的还要多, 对她的神势介绍也是特别具体,与书版相比,剧版中张嘉宁饰演的女二镜头变得很多, 所以网友们觉得,以上种种现象都能证明她是戴资金了温暖的闲剧组, 橘子军倒是觉得,角色就是角色,现实就是现实,可能会有一些配角, 戏分比较多的情况,但是也不一定都是戴资金组呀,如果每个加戏的角色都是戴资金组, 那就不用去做人了,而且大家吐槽角色就可以了,还是别上升真人了吧。